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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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音乐 其实佛法很活 大圣法更活 大圣法是从不可思议的佛的本性中流入的 我就要讲这个结论 《华言经》非常深奥 很多的道德 功德力 都你想都没想过 我相信你们今天又送的那部分更是如此 如来朱贤品 最有名的就是在讲这种功德相 这些你一定想都没想过 哇 黑白色怎么有可能 我告诉你 就在你心上 就在你身上 你的一句佛号就可以具足这种功德 你必须信他 这些都不是你的经验内 但是他从来没离开过你 这种话只有大秤人 我经过这样剖析拿这个故事来讲 我让你知道一件事 多难 多难 对一个大比丘 已经戒律研究这么深奥的 他们代表国家出来的 要让他相信佛说小小借可舍 是佛的金科玉律 是佛亲口所说 我要遵守他都不可能 都可以延宕2500年 没有人去考虑 这里头的不合理性 原因很简单 相信自己不相信佛 不相信佛所说的圣生意 为什么会这样 大秤人相信世尊不可思议的智慧 不可思议的神辩 不可思议的功德 不可思议的利益众生的善巧 这四大不思议 所以他叫不思议 所以我不能用我的角度 来去简别世尊所说 甚至于起一刹那的怀疑 我只有信寿 大圣人必须是这样 这叫做信为能入 《诵一切的华言经》 每个字句 你都得简别你的信 在哪一个字上面 有了变动 有了动摇 有了动摇 当下你就得忏悔 不然《诵华言经》 会增加你的疑惑 任何大圣经典 都不能动摇疑虑 你说没有啊 是尊不是说 以下这段话就是南传人最爱讲的 世尊曾经在度化吴比丘的时候 曾经讲过这句话 三转四地十二法门的时候呢 这个所谓的四转正转劝转 那四地嘛 三四十二嘛 就十二个法门 在三转四地十二法门当中 他就讲到一件事 他说 我所说的教理 你都要经过思维才来接受 不能说因为我是佛你就相信我了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读一般佛教基础课程的时候 你的教授师都会跟你讲这句话 对不对 这句话你如果听到现在还在用的话 你就死了 刚刚这句话如果是这样 他们就是用这句话说佛陀说的我也不受 就是凭这句话来对抗 懂吗 这叫做声闻教 这叫做人本主义 你知道的你的亲教师早年要跟你教这句话 是因为害怕你觉得佛陀像上帝一样太跋扈了 不让我们有自由思考的能力 我们要显示出佛的什么样佛法的可思考 佛法对于你自己的理性也没有违背 要告诉你这样 要告诉世人那些不信佛的人 要先跟他安抚他 害怕失去自己的独立思考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跟他讲这句话 但是你已经入门到送华言经了 你还在用这句话 那就错了 穿小鞋子了 听懂吗 听懂吗 了不了解 了不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根基已经翻转了 你已经知道辱义不可信 就是我们自己的义是不可信的 我们的一切思维再怎么样子去思维 去对佛法产生疑虑 这些是可以也是不可以 怎么讲呢 很多是你的一切思维都无法突破 这个地球上大概没有人能帮你突破 除了你去误入以外 比如说佛性你要去问谁 实相你要去问谁 除了误入以外没有办法 这不是用怀疑就能够得的 但他却可以在参禅的过程当中产生疑 那是因为跟你自己对抗 那可以 那叫做小疑小悟大疑大悟 不疑就不悟 这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的 可是就一般性的理论 跟诵经这件事情来讲 你处处就产生疑那就完了 特别是大圣经典 那是不失忆的 相当多的不失忆 那么你一根一起啊 什么功德都难成就 我有一个学生 早年呢他专持这个文书智慧咒 五字的真言那个很好 那有一次呢他就看了一本书 他的教授师呢 佛学院的讲师就跟他讲说 啊这个所谓的文书菩萨 其实就是佛陀在世时候的那个智慧第一的设立佛 不是解空啊智慧第一的设立佛 那个呢变形出来的变形 是啊怎么样佛教突然间有变形金刚了 变形出来的 他自从听了这句话之后啊 完了 那天迟就迟不动了 一迟就听到他老师的声音啊 你还在迟什么文书 文书智慧真言 还变形出来的呢 没信心啊 你看看信心的建立看起来有喔 三年突破被毁掉一秒 一秒 一秒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防范 你没有听到我这样说的这个防护城的时候 你还相信那位清教师讲的话 那你在不设防的情况之下 门户大开 毁箭入心难以置办 毁啊 你就不信了嘛 毁啊 毁就是我本来信我现在不信 后毁了 毁箭入心难以置办 所以大乘起信有多难 为什么要动用到八地菩萨的四亲菩萨这样来造这部论 他就是难 只能叫你起信 只能叫你起信 所以宋华言经 先打我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预防针 要铜墙铁壁 不要 不我们 我们一定会听到很多人本主义的质疑 或者甚至于讲说 送了这个都是佛的境界 不是我们的境界 送那个干什么 还不如我们去修那个实际的安纳班 实际怎么样修个我们能做的 不要浩高骛远啦 你看这些话都出来了 好有道理喔 好有道理喔 你看好多 大乘比丘比丘尼当年最喜欢跑到南藏国家去跟人家修安纳班纳 我说你会安纳吗 你会安纳吗 你会安纳 你听懂意思吗 他们觉得好好喔 修餐厅 对喔 修餐厅通外道啊 那一定了之后马上有身体的绝受啊 餐公有个徒弟啊 当年跟我们一起听法华经的 听完之后 就跑到南藏国家去啊 餐公也有个徒弟啊 我就不说谁 现在他在红法 当年在教务 我当教务长的时候 我请他来当老师啊 然后我要离开 他也说 他就说他也要去参访 我说 台湾参访 你要去哪里 哪个道场 他说不 他要去南藏国家 我说你不要啊 你将来会继承海公的一波 或者是大乘的一波的 人家会说 你 法华经上怎么说 他说不与申闻人同树共子 我不称名说其过恶 亦不称名赞叹其美 我没有称其过恶 我只是表述他的样子 乃至不与他同树共子 法华 法华经是最广大的用福 让一切众生皆成佛的 虚然会在安乐恨品上面告诉你这样 为什么 一件事而已 大乘男性 申闻人很容易刺破你的性 我刚刚不讲吗 我那个学生送文书奏送三年五年 一秒 他老是一秒就把他给毁了 他跑来哭给我听啊 那时候我住山 我曾经住山过 住在山上 陰陰没事情 山顶数空气 想都有事情 山顿弄放屁 是不是 打屁嘛 讲话 就这样 他就跑在山上来 特别少来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这已经毁箭入心 你要求上火 要赶快上火 而且越快越好 然后我还问他 佛学院每一年都拿奖学金 每一年都读第一名 我说你死了你完了 读佛学院居然读成这样 结果那是他第四年 第四学期读第一名 到了第五学期还第一名 我就跟他下通牒 我说你再不离开你会完蛋 那种佛学院 你读第一名是死得很快 你照说应该最后一名才好 你怎么会读成这样呢 哎呀 恬不知耻 我把他骂一顿之后 决定赔钱 决定赔钱 赔钱不读 我算做对还做错 那就要看他 不能看我 但我觉得我做 我说我该说的是 总而言之 大方广 这三个字 是具足不可思议 非人本 超越经验 但又不理你的生命的一切 的大秤实相之理 大方广 佛华言 是像花一样庄严 唯有佛知其不可思议 知的这种不可思议的 既大又方又广的法 这就是破题 要给你的是不用所谓人本主义 为唯一的思考 而是要相信他的不思议 所以要以信为入 所以读大方广佛华言经的经题 在前三个字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必须朗然高悬 不可动摇 不可疑惑 也不可遮止才可以 你要这样想 你要这样想 想说大方广南谋 大方广佛华言经 那时候信心就得在线上 像朗月一样 永远不被动摇 不被遮一点点都不可以 你不要说警告 让自己栽培这个心 栽培这个心 其实一切大圣经都应该这样 但华言经更加如此 为什么呢 粗辱 他最粗之辱 没有经过修饰 什么叫没经过修饰 多庄严 多不可思议 通通佛都不遮 全部给你看 你想想看 这也就是说 有人是最大富长者 我现在在讲辟语了 就像华言经讲辟语一样 最大富的究竟富长者 他的财宝 你能够知道吗 你能够知道吗 你猜一下都不敢猜吗 能不能知道 理论上是不让知的 我请问你 你家有多少财宝 我要去问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啦 你看说了好白不可以 对不对 我家的财宝是不容许人家窥探 对不对啊 对不对嘛 释迦佛在华言会上 把他所有的宝 不必窥探 不必要求 不必拿钥匙 毫无遮掩的 全部铺沉 阿弥陀佛不可思议 是不是嘛 是不是嘛 这是反常途的 只有这么一次 只有这么一次 结果你怀疑 你怀疑 你说你有沒有心肝 有没有啦 有没有啦 什么有 你还怀疑你就是没心肝啦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世尊不可思议的 究竟圣者 你不问 也不要求 他 全盘托出 他的所有财宝 你应该是感动到 你看我现在 毛孔直树 真的毛孔直树啊 这个不能控制的 太殊胜 太殊胜 只有这么一次 就叫粗辱 你不要看那个粗辱 这个乳汁是娘 生下来就要给他唯一真子去吸 吸养去喝的 我们就是他的唯一子 就是佛法无多子 唯有一佛证 我们就喝这个奶 他就 吐出来给你 你居然还嫌臭 你居然还挑三俭四 你说你是有心肝没心肝啊 啊 有没有啊 刚刚说有心肝的 知道吗 我要把这事情 用各种感觉把它说清楚 你必须一辈子不能忘记我的话 你就在华言会上 以你一滴而知权威 哪一滴都不怕 这个性 这个性 是不失意根本性 也是所谓的三昧耶戒体 这讲起来就不得了了 三昧耶戒体就在这里 所以你自然就会有戒 我没骗你 你信了这个佛性 所以你自然就会有戒 而且是三昧耶戒 你知道什么叫三昧耶吗 与定会相应的 一般来讲我们说戒是戒嘛 戒定会分开说的嘛 对不对 三昧耶三昧耶 是什么 戒定会三者合一的 你信的这个 定在其中 戒在其中 会在其中 是你自信中的金刚无上宝剑 我们送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泛广经的时候就是这样讲 就这个戒 这个戒是不动之性 才能成就 所以你一送华严经 之后戒定会 不是一般的戒定会 是三昧耶全县的戒定会 所以为什么秘宗也会特用 唐朝的秘宗特引用华严经 那当然法华经有所谓台密 台密也不舍用华严经的这个道理 因为那是本质 是佛陀称口直说 的一切完美境界 不要讲完美 没有所谓完美 就一切的本然境界在哪里 那些文字能描述出来 能摸过一遍能读过一遍 都是功德无量无边 人间所无 何况诸位独诵通力 久远多次 那这个还得了 所以要赞叹 要赞叹诸位 也要 我要把这个道理跟诸位讲 将来弘扬无所障碍 唉 再殊胜的聚会 都有别离的时候 虽然离情依依 但是还得勉强 崩出一句 say goodbye 容我用几分钟 借用几分钟时间表达我的感谢之意 首先我们感受见寿师傅 还有见托师傅 还有诸位比丘尼师傅 等一下帮我们介绍一下 来自几个道场 好不好 介绍一下 我无法一一的理解 但是大家透过录影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能够在佛门当中运用 《华言经》的七处九会 这样的概念 跳岛式的在七个地方 所谓的以法相见 以法相成就 这是佛门当中 所谓以身战身的一个很好的样貌 这也是由诸位比丘尼 我们华言生团所共同成就的 我当年见寿师傅也不嫌弃 请我也做指导法师 我一直在想 我能指导人家什么 当然这就是我会安排 这两次讲次的理由 人家带个帽子给我 我就得要印这个帽子的机 不然做什么导师 要做什么呢 那讲讲仪轨 讲讲什么 这好像也不是很必要 何况有种种样貌 那诸位远地而来 特别是中餐的时候 又缺乏甜点这些事情 也很难怪今天我们的维挪又兼大疗 你看这个年轻人都不错 他昨天开来回三小时的车子 去找到了他认为很不容易买唇素食的甜点 那当然啦 这个不是仲在吃 这仲在说 也不是我嘴里讲的 我们其他比丘也是一样很赞叹诸位 那么很感谢诸位 他才会去这样做嘛 是这样 所以说佛法 末法时代 末法是人在末 只要我们对法有信心 法是不会末的 那只要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我也常常讲 我说万佛寺没有三门 也没有三墙 也没有庙墙 所有的万佛寺是看起来住在这里 但是他是与一切法界中的身团是互动的 所以呢 说要来这里送华元经 我说用钱请都不可能了 怎么可能不答应 这这么好的事情 是这样 当然啦 一般的信众 刚好在我们这个法会结束的时候 可能他们正在忙啊 请假 只有请假这些时候了 所以他们又不是礼拜天啊 他们就回去了 是这样 不过没关系 有录影下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这是一个佛门当中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不同道场 不同僧团 一起来为大乘佛法 一起来共修 共修 那当然呢 还是很抱歉的 就是说很多照顾不周的地方 那其实我有想要建设更完整的疗房 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有时候土地 有时候资金 都还没办法到位 那也是我们个人的因缘 怪不得别人 也怪不了政府 但是我希望未来能够让大家更加的适当 不过这也仍然需要呢 常住有更多的人 所以我在这里公开呼吁 诸位 倪大姐们 如果你有认识的男众 想要出家的 我是什么样子 老少通收 是这样 沙里滔金 量大一点 那最后产能虽然不够 好歹嘛 他也经过讨练过 是这样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他是不是害料子 很多情况是这样 这个在东边 在淮河北边是菊 而淮河南边是什么 菊月淮而为什么 子 是子 所以说到了不同的环境里头 有不同的因缘 不同的色化 它可有不同的发心 或许在你眼下来看 这说的不行 不然你再来问我事 刚好也可以 那也很难说 有时候是你觉得很好 来万佛寺又水土不服 我们一切就是水源 万佛寺的所有比丘 你不要看他酷酷的 他其实每一个人都很热情 他只是不好意思 在女众面前表现的太热情 这样而已 他们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男众 拥有无尽的热情 希望他们能够了解 有没有姻缘来出家 他们都会用很大的热情 来给予接引 这你不用担心 我们这里的师父 不会那个凶巴巴的 不会 不会这样 那么是这样 我们很需要在末法时候 需要特别是比丘 比丘你人已经基本不少 那当然继续多也没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比丘相当的少 那一个比丘到场 就很多的引运的问题就不容易 心有余容易立不足 当然这应该是首先要忏悔说我自己 挂名道场的负责人 没有办法用道德来招感更多的人 这是我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但是不足是不足 那是我个人该努力的 但是佛法的需要还是佛法的需要 这一点 一方面怪不得别人 一方面需要整个教团的帮助 所以我很在意任何比丘来 任何出家人来 乃至比丘尼来 我其实很在意 我一直觉得 我一直跟常住讲说有比丘尼来的话 我就不必用常住 要不就我自己 我去供养 但是又有人跟我呛嘻 他说你供养了人家大家都不供养 不好意思 何况你的钱就是大家的钱 你供养都去了 我们也少钱 他们这样讲 就变成我好像也不能做了 比如说这次的法会 据说有36位比丘报名 后来因为说我们就没有共生 他们就退掉没来 是这样 但是也一样有居士听到 就说如果以后遇到这个事情 让他知道 他愿意发行 供养多跟少 就不要太难看 不要太过分 应该就是大家说的过去 就OK了 那我的态度就是这个态度 我说我们没有三门 也没有三墙 其实比丘名为僧团 僧团其实是法界之内 同一个法同一个师 同一同同样姓氏 大家是没分别 当然不过了 当然没分别中 有修道的短暂的分别 有人参禅 有人说教 有人修净土 有人持戒律 这还是有分别 但是本质上没有分别 那今天我们就展现了非常好的 这样子的态度 那最主要就是我们主位 这个华言声团比丘尼呢 不嫌弃啦 能够这样子来做 我再次的表达感谢之意 那当然了我们不要忘记了 作为外户的居士们 你们有当中有些居士是跟着我们华言比丘尼声团来的 我也知道 当然我对你缺乏的招呼 看起来我也可能我也不太认识你 不过我对于那个泡茶的居士就印象蛮深刻的 因为我那天下来的时候 其实有点口渴 我喝那个茶就觉得很舒服 这就是一念善心所泡出来的茶 就能感应 是这样 那么在法会当中有人负责泡茶 这一直是我的我想做的 也在鼓励万佛寺的居士去这样发心 可是大概是没那个功德力 就鼓励了半天 会泡茶的跑去出家了也没来 也没来这儿 也没来这儿泡茶 然后眼前会泡茶的他好像又不太想泡 那这样后来我们就用了咖啡机 然后自己去donate 自己去按自己去弄 是这样子 这就是南众道场 看起来比较那个局促的地方 当然南众道场也有南众道场的优点 就是他们即便是讲话大声一点 小小的有意见不合 大概吃一顿中餐就没有了 大家就不会有 我们这里没有小圈圈 这个也确实很好 很难得 我说过我跟大众比丘住是我的福气 是他们在容忍我 是这样 所以我也感谢诸位居士之外 我也感谢我们常住的比丘师傅们 是不是大家也给他们鼓掌一下 那当然我刚刚还没讲完 就是说我也非常感谢诸位居士 您的来 可能师傅们招呼的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圆满 那也请你多包涵 因为比丘道场相对的会这方面比较舒服 或者比较没有那么贴心一点 但是他有他的好处我刚刚说过了 那希望诸位居士来不畏实不畏医 也不畏尊敬恭敬不畏舒适 是为了法而来 一个道场的法会 其实师傅们要进行法会 除了自己来共修自修以外 很大的意义也是要影响在家居士 能够让你们从红尘当中 有一个所依 然后能够来修行 在修行当中 希望居士们知道 居士有你们应有的责任 《涅槃经》当中第六卷 最近查的是第六卷 第六卷当中佛陀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末法时代 如果有世间人要来害 要来阻止佛法的清净戒律的弘扬 清净比丘的慈戒等等 那么我的比丘弟子 世尊在涅槃经说的 涅槃经最重要 佛入面前要说的 说我的佛弟子呢 受我的在家弟子 受五届的在家弟子 要舍五届拿起刀枪来 慰护佛法 然后这样 第六卷 所以说这样你就可以知道 佛陀并不是叫大家做乖乖牌 是看佛法要衰灭 然后呢 以躲在深山里为有修行 特别是对居士的 对居士的什么呢 的赋予的责任 佛陀临入面的时候 他把国王给找来了 他把国王找来说 以后护法是你们的责任 直接就下达命令 佛陀很少说这个话 那诸位要做国王 要做当年被嘱咐的国王 要这样做 我记 我听那个中台禅士早年 现在还在那里的 比丘尼 就是建议比丘尼告诉我 他说当年老和尚为了阻挡 这个不当的宗教法 不是宗教基本法 不当的宗教团体法 他单枪匹马只带了两个居士 到立法院去跟人家拍桌子 你看看 今天要不是他当年 身先士卒去导引 我没有今天能够做这么多事 所有我今天遇到的 法学的专家 有三分之二是当年老和尚的地址 的皈依地址 他们继承老和尚的态度 然后我来做这个事情 他们就继续跟我结合 不然我哪有那个能力得横去找赶他们 那都是大律师大学者 人权学者 有了他们的买单 那我在外面去做说明的时候呢 就相对的比较有基础 那这些都是长老当年 单枪匹马去完成的 所以说我们吃水果要拜树头 今天虽然还没有成功 但是能够往下走 我都从来不忘记老和尚的恩责 他的恩责不是对我的 我讲恩责不是说他对我恩责 不是他是对佛教的恩责 他不计个人荣辱的去这样做 当然啦 我们说各三头 三头的大长老都是如此 但是呢就是我们 我们上维下学长老 他特别做这件事情是 没人知也没好处 也跟自己的道场 没有太直接关系的 结果他去做 而且没人知道 这不应该 不这将来将应该作为历史的流传 就像我现在把它讲出来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护法 所以连一个出家事物都这样 长老都这样护法了 我说出却在家居士 你还有什么可以损失的 你没有啊 你还什么可以不能做的 你都可以做啊 出家事物 这个这身衣服 随便讲话 人家就说哦 你六根不进 哦你没休养 你看我在 我为了要大家讲经听经的时候 能够生动活泼一点 我动作很大 但是在你们现场这个空间当中 我动作再怎么大 你们都觉得可接受 可是当他录影下来的时候 就一个框框 的时候就在一个小框框当中 看我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 下面就一堆毒蛇在回答 哎呀你看这个和尚像猴子一样 你看看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这种人怎么会有道德 什么的 我还能怎样 也能擦擦擦擦的 过去我们就是工人姻阿威 现在让共能骨子拿来 还能做什么 还能做海理性 当做环利息用的 我还能怎样 我们没道德嘛 他不知道这个框框就是这样 所以偶尔我会跟他讲说 你也帮帮忙换个角度好不好 弄大一点可不可以 把那现场录一下可不可以 是这样 后来你才看到因素在那里 他在抓你们微笑的样子 多笑一下给他们录一下 是会这样了解吗 这也是被众生逼出来的 去白朝了 你听懂吗 所以众生很坏毒 所以如果你懂这样 你就可以知道我今天对教内的长老 有多尊重 以原籍未原籍的都这样 都是尊重 你看未原籍的我们都在回向 有没有 那以原籍的我们继续也回向 也是这样子 所以诸位这样都了解 我们佛法是一体的 从过去我们要恭敬尊重意念 现在要生战生 相互在法上面相互支撑 未来也应该在护法弘法这件事情上 寻求各种合作的可能跟模式 为未来的子孙 未来的历史 创造台湾新的佛教弘扬的模式 佛教的本质没变 但是时代在改变 我们要有新的做法 你比如说我最近一直在很慎重的考虑 是不是要去学街舞 60岁老人跳街舞一定很有看头 是这样 为什么要跟年轻人结合在一起 又堪称健康就是跳街舞 唱歌都怪怪的 我的喉咙也不是很行 那跳街舞搞不好可以 要办一个什么的佛陀杯街舞大赛 这样这个吸引年轻人 你得要先以利欲勾迁之 后令入佛之 不是说你们这些老人不要接引 不是这个意思 但老人的后续价值不长 很快就躺在那里 窜嘞窜嘞 但是年轻人早一点度 他可以很长的时间帮助佛法 甚至于利益众生 哎哟书你如果说这么明 我如果说比较收敛 我讲那么明就是告诉你说怎样 告诉你抓住青春的尾巴 赶快护法赶快来修 年纪大了时间不多了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啦 这是对居士的赞叹 也是对居士的叮咛 好不好 以上的四种我都讲完 现在我们请我们的健壽师傅 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来参加的师傅们 好不好 让大家也认识一下 好 来 那音速再给个特写 他会造个特写 如果你介绍的单位 他都会有个小特写 那我们亲爱的和善 亲爱的和善 亲爱的和善 谢谢 好 各位明医师大姐们 还有我们菩萨声团的当中老师 在会的这些居士大德们当中 下午好 好 看到那个外面可能一天快暗了 那趁这个机会 我们也跟当中来报告一下菩萨声团的 这个声团集结起来的这些道场 那首先我们就是这个第一位 我们从第一位开始 第一位就是我们住在嘉义阿里山下的 圆绝产领的住持人 这位法师 这位法师同时也是我们菩萨声团的副执行长 那再接下来这位呢 是我们高层慈安市的监院 中平法师 在我们菩萨声团里面呢 帮忙协助文书的部分 还有这个大宝中部 好 再来这是我们的建仙法师 建仙法师 他也协助我们在做这个菩萨声团的推动 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的法员 法员姓舍的住持人 这是远替法师 远替法师 再来是我们行决精舍的住持 远替法师 为了我们的孙晋 出席人生 还有这位是建吉法师 远替法师 远替法师 那再来是第二排 第二排前面这位呢 是我们乐产里文化协经会的理事长 建范法师 建范法师 他同时也是国家导师合格的建筑师 所以现在有很多道场都会请他帮忙 来协助看一下道场 有一些 因为道场法师 有时候对建筑不太熟悉 有时候也很容易赔掉 有时候设计出来的东西 都不是我们出家人要的东西 所以都是要 我们出家人要住 我们比较知道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有一些道场就会来请他帮忙 两岸我们都会跑的 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细安长安 长安的这个新玄法师 新玄法师 新玄法师 新玄法师是我们这个 原均餐厅监托法师的弟子 那是现在担任的是我们的行政监院 好 接下来是我们 餐厅书院的住持 是贯主法师 他同时也是文书山 文书山的这个 文书山那是什么 文书山大智日月餐历的住持 好 再来是我们浦贤山 又是文书又是浦贤 浦贤山的这个 华叶海印寺 华叶海印寺 海印寺 所以我们跟华印寺都没关系 他的文书在场 都是有文书跟浦贤 还有呢 大智日月也有呢 这个华叶海印寺 这个华叶海印寺 这个是我们的清辉法师 这是我们的范拜教授师 在我们赛场里面呢 就是帮我们把这个 华叶银的这个推动 范拜啊 唱的呢 我们全场的当中都非常的奢受 不管是去到哪一处 那我们随时都 施力当下的环境 随时呢 都是融入在我们的华叶三昧里面 阿弥陀佛 那这位是我们心灵法师 心灵法师 是原居禅禅金托法师的地址 目前是法师签约 好 再来是 增观金色的助持 剑毛法师 剑毛法师 这位是剑合法师 原合法师 还有下面这个是 如海法师 如海法师 还有 这个是 葡萍院 葡萍院 住持剑菊法师 后面还有是谁 有看到 还有谁 建琴法师张一顿 在哪里 太秀 太秀躲起来的喔 对他每次都会躲起来 好 借长生 那就是 目前就是我们的 这个 生怀 生怀的这些 法师们 他总是集结起来 我们一起呢 对外我们是推动华叶 因为在佛陀开悟呢 这个华叶金 让我们呢 深入在这个心脏里面 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是如同 清理佛教一样 所以我们把华叶金来 推动到各个道场 那么对内的 我们就是以禅修至正了 我们希望能够自修至正 那也能够呢 完成 能够圆满在我们这一世了 修行我们的菩萨道中了 大众共同来 集结我们的福德之良 感谢罗赛给我们这个机会 非常感谢为我们介绍 我们大家也这样听到 来自于南北各道场 那集结起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法源音源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 这样一个分散各处 但是呢 有集体的共同修道跟行动意志的一个 一个生团能够呢 能够呢 用一种 这个分散 但却一致的 这样子的形式 来更加的茁壮 那为 将来为自己的智力 还有为佛法的弘扬力 它产生更大的力量 这就 这就希望说 希望 就像你说 我们在不同的时代 那有这个不同的一个问题 但是也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那不同的弘法挑战 那必然也要引申出不同的对应方法 那么这都需要大乘佛法人呢 用一个更大的角度去思考思维 当然有些时候是 是 这个叫做 无心插流成功的 很多 很多时候是无心插流成功 但是呢 发心是很重要 我相信呢 当时组织 这个样子的一个团队 一个组织 都是有 先有一个善的发心 善的发心 应激不同 而有长相 相貌的不同 所以 大乘佛法甚深 可是呢 这个 我们怎么走向那个圣身的法意 要从我们的脚跟做起 也不必太好高路远 但也不能够不有所 不有所 的连结 落实的连结 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你看这么多 虽然有一些 听名字 应该是过去是重新 同样在道场当中共住的 但是你要知道 在道场当中共住 七零八落散在各地 不相往来的 这很多点 是这样 所以能够这样子 纠集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特别是师兄弟 还能够在一起的话 那很不容易 我当年在这个 南普陀的时候 也是主张这样 同学之间应该 道疑要很深厚 要很深厚 不要为了什么样工作 什么样身份的高低 明明有一个很好的道疑 在那里 你却有了界地 是这样 不需要这样 那么这个呢 就是很好的一个 身战身 身护身 那形成大力量的应援 好 那么最后呢 不耽误大家 我们来总回向一下 跟昨天一样 大家请所长先发普提心愿 众生无边事愿度 烦恼无尽事愿断 法门无量事愿学 佛道无上事愿成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外 愿以子公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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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发菩提心 禁止于报身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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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物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至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有序 第一更夺众生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至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佛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慈悲至业花莲中心 举办起见三天消灾操见祈福法会 礼拜三千佛明经 点灯、供水、护生、要供 即甘露诗时 恭请法务三众共同领众 日期3月18日星期六至3月20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现场教学果栋花课程 日期3月26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点到4点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公母佛恩 欢迎提早来电报名 我们谈到了佛法中有关师夫的定义 也就是何为真正的大丈夫 善夫 堪能之人 同时也提到这里的能 特别指的是心灵上的一种能力 所以士夫尤其指代的是那些已经舍弃了今生 只为后世而打算的修行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誓愿在无尽的岁月当中 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无论是论其心力 愿力 还是魄力 都是下师夫和中师夫 望尘莫及的 所以这些人被称为上师夫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三师夫被分为三等 其实是将他们相互对比之后 归纳出来的三种修行者 所以说这三者之间不仅从心量 目标和修行方法的角度来看 有高低之分远近之别 而且这三者之间也有一种逐步递进 一者又比另一者更加殊胜的一种层次分别 总的来说呢 就是通过这三句颂词 我们可以粗略的总结一下 这三师夫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共点 共同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已经完全放下了今生 所作所为都全是为后世丑谋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他们都是修行者 而且是远见之人 那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又是什么呢 分别就在 就是这个差异呢 就是分别在于他们的这种目标不同 追求的层次不同 要筹谋的后世远近不同 所以呢 所以令他们的这种修行方法全然不同 所以求和解把所有为来世而活的修行道路 都总结在了这三大类型里面 而走在这三条道路上的人呢 就是三师夫 可以说所有的这个修行道路都完全被归纳其中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佛经理教授的所有内容都完全涵盖在这三师夫的修行方法里面 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所有对精神世界有追求的人 或者说修行人 他们的目标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可以分为两大类 用佛法的术语来说的话呢 叫做增上升和决定胜 增上升 简单来讲 就是以追求人天安乐为目标的活法 比方说 有些人希望能够往生天堂 也有的人希望下辈子能够生在一处有钱人家 或者名门望族 不管怎么样啊 这些都是属于就是人天的安乐 所以呢 夏师傅所追求的 就是所谓增上升的目标 这里的问题在于 无论来世投生的多么让人就是羡慕不已 说到底呢 都还是在轮回当中打转 既然有朝一日能够升天 那就有 那就有朝一日呢 会让人叫苦连连 就好比电梯一样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不断的升降 可就是绕不出这个圈圈 所以说这个夏师傅的这个目标并没有逃出升天 因为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痛苦的问题 相对而言的话呢 决定胜就是不会继续在轮回里面流转了 打算要从轮回中彻底解脱出来 所以称之为永久的安乐 决定性的胜利 决定性的胜利 也就是 决定胜 那么决定性又可以分为两种 解脱和辨知果位 解脱在这里是什么呢? 比如说声闻读觉的这种只追求自己解脱的果位 就是这里所谓的解脱 而辨知果位就是佛国 也就是大乘果位 所以在佛经当中说 人们追求的目标 总的来说有三种 想要获得增上升的就是下师福 想要得到决定胜中自取解脱的就是中师福 想要证得辨知果位的就是上师福 所以呢 师福呢 不多不少 就这样被分成了三类 也就是说 所有为来世而奋斗的修行者们 全部都包含在其中了 护持功德书圣行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赫波哲波人 母船 母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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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